大家好 我是湘云芬 欢迎收看下午4点 下午4点你肚子饿了吗 通常你的下午茶会想吃什么 你想吃咖啡吃甜点吗 还是你想吃一碗蚝蛙米酸 你知道蚝蛙米酸一碗多少钱吗 我告诉各位主记长说 我们的蚝蛙米酸一碗是20块钱 真不晓得他是一个哪一个年代的人 现在我们家其实巷口有一家 非常好吃的蚝蛙米酸 他这样一小碗65块 65块 65块 有一次我的朋友说他吃素 然后就跟老板说 我不要加蚵啊 我也不要加大肠 我也不要加肉根 给我清面馅 结果他以为会比较便宜 一样65元 65元 我要说的一件事情是 通膨即将要来了 当然今天看到最大的新闻 是行政院主记处 有公布九月份的CPI 那么他是上涨的 他是上涨的 他的CPI呢年充2.6% 2.6%大家都紧张了 你只要过二 大家都会很紧张了 那当然呢 他也比上个月增加0.17% 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63% 在17项的物品当中 什么都涨了 猪肉涨了 猪肉涨了7.75% 这也创下 创下新高的一个记录 有很多人讲说 为什么猪肉会涨呢 因为饲养成本变高了 用什么来养猪呢 用玉米用黄豆 这些价格都上涨了 好主记处在这篇的新闻当中 他用了一个案例 他说如果你的家庭支出是8万元 各位 你们的家庭支出有8万吗 一般都是三四万吧 四五万吧 他用了8万 用了这个超级数字 他说呢 如果你8月份是年 月开销是8万 月开销是8万 那么你在9月份的时候 你明显的可以感受到 会增加一些钱 增加多少钱 2104元 也就是你的花费会增加 那哪些涨价呢 有涨价了 如果你有去加油的话 油价是涨了 还有呢 运输是上涨的 另外刚讲过了 猪肉是上涨 蔬菜是上涨 你有可能讲是季节性的因素 但通膨是不是已经到家门口了 这个是关键 好了 今天就有立委 罗明才 他就直询了我们的主记长 朱泽民 在立法院直询的时候呢 他就问他说 你觉得通膨会不会来 主记长说控制在2%是OK的 是OK的 可是刚刚大家看到新闻 我们的CPI年增率已经冲破2% 是2.6% 可是他说全年是不会到2%的 而且到10月份就会缓和下来 这时候立委罗明才就问了他一句话说 你知道蚝阿米酸一碗多少钱吗 他回答20元 他回答20元的时候 听说立法院了 全部人都昏倒了 昏倒了 怎么可能会20元呢 你什么时候吃的蚝阿米酸是20元 你20元现在要吃什么 可能吃一个红豆饼吧 对现在的蚝阿米酸65块75块比比皆是啊 跟你去吃一个普通的便当 那大概都是一样的钱了 所以怎么会是20元 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主记处认为 蚝阿米酸才20元 所以他认为不会有通膨 那么主记处主记长他说了 今年的这个啊 我们的CPI大概物价指数是1.74 绝对不会破2 可是各位啊 我刚刚还收到一个通知 这个通知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很大 他通知什么呢 你已经完成了五倍券的预定序号 他有告诉我一个序号 那请于10月8号到10月21号 我抢的还蛮快的 我还蛮快的 持健保卡到原定的门市领取 我是选择到超商领取的 为避免排队等候 建议你可避开前三天领券 你知道时间蛮长的 因为10月8号到21号 所以你看五倍券的是怎么样 当五倍券来的时候 你会不会消费 你会不会消费 当五倍券来的时候 你一定会消费 消费会不会推升物价 会因为每个人都在买嘛 我们券这么多 你把券当成是钱嘛 就会买东西 就一定会推升到整个的物价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你现在物价控制的很好 因为你以为 欧娃蜜刷只有20元 事实上欧娃蜜刷不止20元 你20元你什么都买不到 所以你可能低估了物价 另外一方面 你低估了五倍券就要上路 上路一定会推升一些买器 推升一些买器也可能会让物价波动 这是一个事实 好我们先来看就是 现在的通膨已经到了家门口了 可能过去我们那个年代当中 一听到通膨的时候呢 在我妈妈那个年代要干嘛呢 她就开始要买什么 买油买米了 后来大家会买什么 买卫生纸 大家还记得吗 你只要听到通膨 你就会大会去买卫生纸 可是我们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如果你听到通膨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一定真的记得 钱不要放银行 这是要先做的 钱不要放银行 因为在放银行当中 你的购买力会不断的下降 因为通膨来了 大家想想看 如果通膨下2% 你放在银行1%都不到 那你觉得呢 是不是通膨就把你的 那个定存的利息把它吃掉了 所以你当然不能够放在 那个银行当中了 好通膨来了 你要勇于投资 你不要跟我们老一辈的人一样 你去买卫生纸 然后你去买这个油啊 买米啊 这些都没有用的 你要勇于投资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在通膨来之前 市场会非常非常的混乱 要不然就是你避开混乱期 要不然就是你打定主意之后 你不要去管混乱期 那我就要教大家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两个方向 我觉得很好玩 最近的市场都在讨论 通膨之下你的投资数 不管是防御型的 或者是积极型的 你都有两种做法 但我直接区分 你也没有看鱿鱼游戏的 跟没有看鱿鱼游戏的 我觉得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区分 去做一个投资啊 我们先来讲 你有没有看过鱿鱼游戏 这个是现在韩国当红的这个影集 听说一下就看完了 我还没看完 但我儿子也看完了 这我先生也看完 大家都看完 我朋友都看完了 他说一两天就追完了 好这个鱿鱼游戏 在Netflix上面上涨 那么上演 可是你不要只看到 这个影集很好看 然后一直追剧 一直追剧 一直追剧 我刚刚看了一下Netflix的骨架 已经涨翻了 已经涨翻了 那这个鱿鱼游戏啊 其实我看我儿子在看的时候 他也会躲 就是还蛮蛮吓人的啊 那他讲的就是 小时候的一些玩具 比方说我们都玩过 一二三木头人 那他就找一堆穷人 穷人你会拿到一张入场券 然后你就一起去玩这个游戏 好我们先讲一二三木头人好了 就是一二三木头人 然后他就会回头 如果你在动 高台上面就一把枪 就把你射死了 好还有一些游戏呢 是大家都有知道 那个踩空的 也就是他有真的玻璃 跟虚的玻璃 可是你不知道怎么过去 因为如果你踩到那个 这虚的玻璃 你就直接掉到海里面去了 好这个时候 你就会看到人性了 因为只要前面的人死的越多 你就会记住位置 哪个不要踩 哪个不要踩 所以第一个人去踩的很紧张 最后踩的人 他可能就会知道哪一些不要踩了 好还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非常恐怖 因为我有看过一点点 就拔河游戏 两边在高台上面拔河 这边拔河 这边拔河 你想想看 这在高台 然后中间就是海 而且很高的海 如果你拔输了呢 你就被拖到海里面直接掉 摔死了 好这个游戏呢 听说很多人都会觉得很紧张 很刺激 还有人看到人性了 好如果你有看到 这个鱿鱼游戏的话 你不要只追剧啊 只追剧 只会让你的脑袋 这个觉得很放松 但是你的眼袋会变得很深 可是对你的口袋 一点帮助都没有 那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有去买Netflix 你知道你有涨多少吗 Netflix最近的股价已经涨了5%了 他进一季上涨17% 好再看到 由于游戏有多红呢 他在9月17号上映以来 你知道吗 在美国 韩国 日本 台湾 德国 澳洲 印度 印度 都拿到收视冠军 都拿到收视冠军 然后呢 他的收视排行榜呢 是史上最热门的影集 目前是史上最热门的影集 好我们刚刚讲了 就他引起很多的共鸣 当然你去探讨人性也好 你看探讨游戏本身也好 探讨儿时的记忆也好 都好 但是他就是你看 这么多国家 美国 韩国 日本 台湾 德国 澳洲 印度 都是冠军 都是冠军 然后呢 他的制作费有多少 他其实花了7亿的美元 来做制作费 但是他的用户 在第三季 不得了 大幅成长到350万人 他全球付费的有2亿人 在第二季的时候 才150万人 但是到第三季 他用户成长350万人 有人说 就是由于游戏太红了 好那我就帮大家来找 第一个 要不然就是你去买Nafris 你不要只追剧 我们待会也要讲一讲 就是你追剧 可是你要知道 你去买什么样的一个标的 那如果说 你不想去买Nafris 这支股票 我也帮大家整理了一下 就是如果你要买一些ETF 他持有Nafris 你一样可以赚到 我找了有三党有 第一个就是00757 他是统一的 大概就是尖牙 尖牙股的ETF 那么他持有这个Nafris 大概9.8 算是最高的 另外永丰的美国科技ETF 他持有2.44% 也很高 也不错 另外呢 富邦 富邦的这个纳斯达克ETF 00662 大概有2% 所以就算说你不去买单一的个股 你去买ETF 他里面有Nafris Nafris也会上涨的 所以我们从这鱿鱼的游戏当中 你如果追剧追完之后 你应该想想看 为什么全世界有这么多人在看 那是不是这部剧有很多人喜欢 Nafris会不会赚到钱 用户会不会增加 因为Nafris要收钱的 那股价是不是就上涨 你是不是就赚到了 好 如果你有看鱿鱼游戏 请你去注意一下Nafris的股价 如果你没有看呢 你跟我一样你没有看呢 那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了 如果通膨来了 请你留意一下银行股 请问一下 你想要当银行的客户 还是当股东 客户是你拜托 你让我存钱 你让我存钱 你要去拜托他 有人进了进去之后 现在也没有说一定要让你喝咖啡的 现在疫情期间也不会请你做 也不会怎么样的 你要拜托他的 让我买商品怎么样的 如果你成为银行的股东 你开不开心呢 当然开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帮大家来整理一下 金融股我觉得最近有很多人讲说 如果一旦升息 因为我们最近讲通膨来了 兑付通膨最好的方式就是升息 好 那升息之后 大家都会说 那我们银行的利差 就可以赚的比较多 我升一下利息 可我跟你讲你不要看利差 利差真的是个小钱 真正银行要赚什么 赚景气起来了 景气起来之后 各行各业会不会需要借钱 会 我当然就是希望放钱出去 所以各行各业如果真的经济起来了 对银行业的借钱绝对有帮助 我都不要你存钱 我希望你来跟我借钱 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百业都起来了 经济已经回复到正常的轨道了 那我告诉你做财富管理的人就会很多 银行最大的业务在做财富管理 财富管理收的是手续费 这个占他们的比重是最高的 你想想看如果经济回到轨道了 每个人都富起来了 那我是不是要去买股票买基金 买这个私募的基金 我是不是都要去投资了 那我去投资 银行是不是就可以赚到这个手续费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财管的收入 才是银行最大最大最大的一个收入来源 如果你是一个保守型的人 你现在就应该要留意一下 那当然买银行股 大家都会说那到底要怎么买 到底要怎么买 万流归宗最重要的一个方式 你就买越大的越好 因为我们刚讲过了 如果在减债之后 要在升息之前 都有个混乱时期 那混乱时期谁比较撑得住 那当然就是龙头撑得住 越龙头的越撑得住 你就可以在便宜的时候 下跌的时候 现在最近股市又在震荡了 本来今天应该说长假之前 对应该大家都很害怕 没想到今天大涨了300多点 那你就留意一下 在今年底之前 如果有机会 你找一些龙头股 因为越大的 越有经营实力 越龙头的越好 所以有一些国泰金 富邦金 中信金 新光金 这些都大集团 我觉得越大是越好的 那另外也有人跟我讲说 那关股好不好 关股也可以 关股它的经营效率 可能稍微差一点 因为民营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 这个如果关股 你认为它不会倒 OK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去 注意一下何库 那注意一下赵丰金 这也都很OK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保守型的人 你要不敢去追台积电 因为你现在追了以后 你又怕睡不着觉 那么在 即将要升息的时候 通膨又来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金融股 去做一个投资 金融股要不就选最大的 要不就选关股 所以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当通膨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钱不要存银行 第二个勇于投资 你投资当然有防御型的 有保守型的 那你如果说 这个考虑到标的的时候 不要再问我黄金了 因为黄金在这段时间 我们过去也跟大家讲过了 原物料的价格开始崩跌了 开始下来了 而且黄金不会升利息给你 所以你这个时候持有黄金干什么 你不如就是持有股票 所以我们刚讲过了 如果美国的科技股还不错 你看到鱿鱼游戏这么热门 你当然就去选择科技股 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看这档戏 表示你不是那么跟得上时代的潮流 那你就走防御型的 那防御型的 那就是银行股 可以来作为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参考 好我们今天从一碗 到鱿鱼看你怎么样的一个选择了 希望你能够喜欢今天的节目 如果有任何的这个讯息的话 也希望你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